小慧 雕翠花在骗加盟商的钱 你要赶紧通知所有加盟商 我们没有收管理费 云姐 你能说说这条消息能给我们多少钱吗 我妈有点着急 这条消息绝二十万 但我只能给你五万 儿子 你看清楚她的嘴脸了吧 我就说不要说 你非不听我的 这下好了吧 这条消息可是帮她挽回了上千万的财产 我们就只拿到了五万块钱 这少中了多少钱 妈 这条消息你本身也就准备卖五万的 没必要说这些吧 但是云姐 你也说这条消息很重要 只有五万的话不太合理吧 首先不管雕翠花骗了多少钱 公司都是有权追回的 那要是她把钱给她儿子了呢 她儿子又买了房子呢 一样有权从她儿子那里追回 甚至她儿子买的房子也要归还 除非雕翠花的儿子 如果把这个钱胡乱花掉了 那确实没有办法追回 所以你这条消息还是有价值的 至于为什么只给五万 我会解释清楚 如果我解释过后 你们还觉得应该给二十万 那我就给你们二十万也没问题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等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你应该给二十万 你就给我二十万 你解释吧 我看你是不是能说出花来 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法了 雕翠花做的这件事肯定是诈骗无疑了 可以说你李贵芬现在是同谋 最少三年起步 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 但既然你把这条消息告诉我了 我肯定要救你们 让你们避免被判刑 就光这一点 你觉得值多少钱 我和我儿子都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了 你还要报警抓我们吗 我当然不会报警抓你了 但是我肯定要报警抓雕翠花 就算我能放过你 雕翠花能放过你们吗 至少要把你李贵芬供出来吧 那你要怎么帮我 难道你能让雕翠花不把我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左右雕翠花 但我的云汇公司是受损失的一方 我们也可以决定追究谁的责任和不追究谁的责任 甚至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帮你说话 到时候你可能会受处罚 但不至于被判刑 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俗话说 爱情成可贵 生命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您考虑考虑吧 我觉得我给你们的回报 远远超过二十万 所以这条消息我给你五万 算是你们占大便宜了 你们自己衡量一下 另外一边 李贵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给我退加盟费六万 装修费十五万 房租二十万 设备十万 员工工资三万 合计五十四万 你就是刘备 那个不让顾客加醋加辣子的老板吧 你赔钱和我也没有关系啊 顾客加醋加辣子 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一个顾客放一次醋就可以了 凭什么放两次三次醋 难道醋不要钱吗 我都是因为听了你的 买的是香醋 而不是老陈醋 如果是老陈醋的话 他放一点点就把厚草芽给他酸掉 绝对不会有人两次三次的加 最后我没办法 我让他加一次醋给两块钱 他就小声嘀咕我抠搜 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别人说我抠搜 我就把他收拾了一顿 我有错吗 我去别人的面馆 他们用的都是老陈醋 就你特立独行 你还说我赔钱和你没关系 醋能有多少钱 他放的再多也不可能让你赔钱 只是挣的少一点而已 而且又不是人人都放 大家喜欢吃好醋 这也是留住顾客的一环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你配方里调制的油不辣子 辣味就那么一点点 全是香味 顾客放一勺子又一勺子 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我赔钱都是因为你 你今天要不把五十四万给我退了 我就把你的电闲了 我看你敢 你先一个试试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了 留一手 你先离开吧 别待会伤到你了 我让小伟回来 你帮我报警就行了 不用 我肯定要在这里保护你的安全 你是我的大恩人 我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 我现在就报警 刘备 你冷静一点 就算你不让顾客加醋和辣子也不至于赔钱啊 因为有人把我不给加醋的是贫乏到网上了 大家都不来我店里吃了 三公里外就有其他的加盟商 这也是你的失误 你应该让加盟商和加盟商之间至少离得有八公里 这样我们做生意相互不影响 可你只顾着自己赚钱 三公里就开一个加盟店 最后我们大家都没有生意做 加盟店之间隔三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一共有九百多家加盟店 为什么别人的加盟店都好好的 我不管别人的加盟店生意怎么样 反正我的生意不好 你要么就把我周围八公里的加盟商全部取消 让他们都关门 要不然就给我退五十四万 另外一边 云姐 你说的对 我们确实不该多要钱了 我和我妈都听你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你们如果不想被牵连的话 就把雕翠花给你的钱全部都交给我 到时候哪怕雕翠花把你们供出来 你们也不受牵连 甚至我也可以帮你们解释 我们愿意把雕翠花给我们的钱都拿出来 但是骗钱这个主意是我妈出的 我怕我妈还是会被判刑 有错误的想法不违法 把错误的想法实施出来才违法 就跟你生气的时候 想动手把对方做一顿不违法 但你要真动手那就违法了 那太好了 那我就不怕了 雕翠花一共给我了两万两千元 我愿意把这些钱都交给你 云姐 你能不能把给我的五万块钱报酬加到七万 我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算是我求你 因为我想加盟一家炸鸡锁骨的店 需要七万块钱 这个没问题 我做主给你七万块钱 你们收了雕翠花两万两千块钱 等于我最后再给你们四万八 凑个整数吧 我直接给你转五万 谢谢你 云姐 谢谢你 你就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不要谢我 谢谢小慧吧 要不是小慧同意我和你们聊 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另外一边 你不要在这闹了 我已经报警了 你可以去告我们 也可以去当地看看其他加盟商做的情况 我需要看其他人的嘛 我做了 我觉得不行 他就是不行 我会让我身边的人都不要加盟 不好意思 你表哥就过来加盟我们了 你小姨子也过来加盟我们了 你根本影响不了你身边的人 可见你本身人品也不怎么样 而且你这两个亲戚加盟了以后 生意都很好 而且你表哥是借钱加盟的 现在把借的钱已经还完了 就在你来之前 他还打电话感谢我 他说他终于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 这是你身边亲戚的例子 我管他们生意好不好干什么 问题是现在没有人来我店里吃饭了 我丢人都丢到全国了 我再开其他饭店都不会有顾客了 所以我必须要回五十四万 不然我都没办法生活了 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另外一边 姚翠花 你怎么回来了 我是来拿我的行李的 这个你的怎么那么熟悉 你好像是 云轩吗 对 就是云轩 你怎么会来这里 你来多久了 我刚来两分钟 帮小慧处理点事情 你怎么这个态度 对我有很大敌意吗 你感觉错了 我对你没有敌意 李贵芬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乱说话 不然后果你懂的 老公 你去买一罐奶粉 这就是ела主编业 这就是她和彼此在这里 她一个生意的东西给你们走吧 太正好了 李贵芬 我说看看学你 你能不能够やって逃走 还是击出来 早点双赌心 就是这个 Fashion RM 萝卤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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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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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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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你要想想 你没车没房 以后能不能逃到老婆 问你要一分钱 我们刚好有50万养老钱 我爸做了这个手术我爸做了这个手术也活不了多久 真的别浪费钱 你那50万我有用 今天必须拿给我 儿子 儿子 这50万真不能给你 这是你爸的救命钱啊 我说了 把手术我说了 把手术我说了 我说了 把手术了 我说了 把手术取消 那个手术只有50%的成功率 万一失败了 人才两空 这50万我要拿去开店 商铺都已经租好了 我要用这50万进货 儿子 那是你父亲啊 哪怕有百分之十的希望 我也要花钱给他做手术 不行 我不同意 你把钱给我 你这就是在浪费钱 我爸都已经60了 就算手术成功了 他还能活几年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是你父亲啊 你不笑啊 妈 你就别啰嗦了 赶紧把50万打给我 那边等着我打货款呢 这50万是我和你爸的钱 我绝对不会给你的 我要给你爸做手术 妈 我是真的需要这个钱 我已经花了十几万租好了商铺 我要进货卖货 不然商铺放到那 每天光房租我都要赔几百 你把50万白白浪费在我爸身上 只会让我以后生活压力更大 谁让你盲目开店的 没有钱你就敢把商铺租下来 哪怕你爸不做手术 这50万也是我们的钱 是我们的养老钱 不是给你开店用的 你要是不给我这50万 我就不认你这个忙 以后我也不会给你养老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走 我不需要你给我养老 你不认我就不认我 我只当白把你养了这么大 行 你等着 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你不帮我 你敢这么应景 不就是因为有两个儿子吗 我去找我哥 不但我不给你养老 我还要让他也不给你养老 你大哥不会不管我的 他打小就心地善良 你从小就偏心我 你以为我哥心里没有怨气 母亲伤心欲绝 不知道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儿子 这就是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吗 父亲的手术最终还是失败了 母亲找到大儿子家 儿啊 你爸不在了以后 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自己一个人住太孤单 能不能搬来你这里 跟着你一起住 妈 我也正想说这个事呢 爸走了以后你自己住 我也不放心 想着过两天休息的时候就过去 把你接到我这住 儿子 你这是同意了 你不嫌弃母亲吗 你弟弟有没有来找过你 妈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干嘛要嫌弃你啊 你想过来住 我高兴得不行 我弟没有来过啊 妈 别想那么多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你要来了 那就是我家里的宝贝一样 妈 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是不是我爸走了 你心里难受 你爸病了这么多年 他去使我有心里准备 而且这都一个月了 已经没那么难受了 只是我想到我老了 没用了 养老前也都给你爸做手术用了 我怕你会嫌弃我 妈 怎么可能呢 你别胡思乱想 做儿子的怎么可能嫌弃自己的母亲呢 算了 为了让你不要胡思乱想 从今天起你就在我这里住 你那些衣服也别收拾了 我给你买新的 至于牙刷毛巾啥的 家里本来就有新的 妈的好儿子 妈以前亏待了你 没想到你一点不记仇 对我这么孝顺 妈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什么时候亏待我了 你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供我吃喝 供我学习 你的养育之恩 我无以为报 妈当初没有一碗水端平 对你弟比对你好 有好东西总是先想着你弟弟 妈亏欠你啊 妈 要说以前那我肯定心里有怨气 但现在我也有两个孩子 我倒是理解了 有哪个父母能真正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呢 多少会偏心那个一点 你对我弟弟确实更好 但是对我也不差 哄我吃供我喝 供我上学 为了我结婚你也没少花钱 我也是被母爱包围着长大的 我的好儿子 你为什么这么懂事啊 不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妈住在这儿 儿媳妇会不会不同意 绝对不会 你对她一直很好 像亲女儿一样 尤其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每年你都补贴给我们几千块钱 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你儿媳妇真的特别感谢你 再说了 我对她父母也很好 我和她商量过这个问题 我们会把双方父母都当做亲生父母一样 儿子呀 你的婚姻真幸福 找了这么一个好媳妇 妈真替你高兴 可是儿子 妈就怕这时间长了 你还愿意给妈养老吗 时间长了会不会烦呢 你弟弟有没有来找过你 不对妈 是不是我弟和你说什么了 你老是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我感觉你在担惊受怕 和我说话也小心翼翼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时间长了我也不会烦 就像当初你教我系鞋带 我始终学不会 您没有嫌我烦 一遍一遍教我 您养我小 我养您老 这是应该的 我今天接您到我家 以后儿子会一直照顾你 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您以前不会这样小心翼翼的 儿啊 之前你爸做手术要花五十万 你弟弟不同意 想把五十万要走做生意 我没有把五十万给他 你弟弟生气走了 说会和你商量 以后不给我养老 他没有过来找我 那五十万是你的钱 他凭什么不同意 我弟要敢过来找我商量不给你养老式 我肯定不认他这个弟弟 他怎么可以这样 你当初对他那么好 他也太没有良心了 他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我的呢 他怎么敢这样对你 他这样不孝顺的人 我当初就不应该管他 我现在就去把房子收回来 儿子 这能行吗 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如果能要回来就要回来 你弟这样的人 就算你帮了他 他也不会念你的好 当然可以要回来 这房子房产证是我的名字 如果我弟没有不孝顺你 这房子就一直给他住了 我从来没打算收回 但现在我听妈的 不会再给他住了 妈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 你安心住在这 待会我带你去吃大餐 然后咱们去逛逛街 买买东西 你为了我和我弟 辛辛苦苦一辈子把我们抚养长大 该想想儿子的福了 当天晚上 哥哥就直奔弟弟住的地方 哥 你过来也不说一声 弟弟好准备饭菜 你等一下 我下去买点卤肉 不用了 我过来就是通知你一声 我的房子后天要收回 给你一天时间腾房子 后天三点正式收房 你在说什么呀 哥 我哪里得罪你了吗 这房子不是你一直给我住的吗 怎么突然要让我搬走 你没有得罪我 但是比得罪我更严重 百善孝为先 你对咱妈如此的不孝 说明你心里藏着恶 你表面对我再好 那都是虚假的 一旦用不到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对我呢 以后别住我的房子了 哥 我没有不孝啊 你千万别收房子 你把房子收走了 我和你弟媳妇去哪住啊 我一直对你恭敬有加 你不能这样对我啊 给你一个机会 你给咱妈道歉去 如果咱妈能原谅你 你就可以继续住 不然你必须搬走 妈现在就在我家 给妈道歉 可以可以 我现在就给妈道歉去 半小时候 妈 被我说中了吧 五十万给我爸做手术 是不是打水漂了 我说不给你养老 那说的是气话 当时一时间着急说的 我说我去找我哥 我不是也没找吗 行了 我活这么大年纪了 有些是看得很明白 你也别装模作样了 你不是说不认我这个母亲了 妈 那都是气话 养育之恩大于天 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 以后你在我哥家住三个月 到我这住一个月 老在一个地方住 心情会不好 算了 我心里已经寒了 从你对我的态度 我就可以看出来你到底孝不孝顺 态度是装不出来的 妈 我知道错了 你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哥现在要把房子收走 房子一收走 我和我老婆住哪去啊 我老婆肯定要和我离婚的 你从小就对我最好了 你不能不管我啊 看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的事啊 不然你会来给我道歉吗 这房子我支持你哥要回来 不然我的下场 就是你哥的下场 朋友们 你觉得母亲做的对吗